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周四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赢得大选后 敦促美国人冷静下来 并试图安慰对前总统惊人付出感到震惊的民主党同僚 拜登在白宫玫瑰园向副总统贺锦丽的失败感到失望的工作人员发表讲话时说 挫折是不可避免的 放弃是不可原谅的 拜登表示 周二的选举证明了美国选举制度的完整性 并表示将主持有序的权力移交 这是对特朗普的含蓄谴责 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败给拜登的选举结果 并在今年提出了毫无根据的选举欺诈指控 拜登说 我将履行我的誓言 尊重宪法 这是美国人民应得的 一些民主党人将贺锦丽的失败归咎于81岁的拜登 称他不应该竞选连任 拜登在7月与特朗普的一场灾难性的电视辩论 引发人们对他精神健康状况的担忧后 才放弃了竞选连任的计划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